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兰心理活动 面上却笑道 王先生学问极好 只可惜身有微样 只得淡薄仕途 不过如此一来 学问倒是愈发精进老陈了 妹夫有福 金榜提名 必指日可待 这死老头脾气颇怪 当初盛长柏能入了他的眼 还是占了海家的光 长风就没这资格 韩晨听明镰如鼠夹针 心知这是个内行的 虽高兴得紧 却愈发恭敬 称二嫂子几眼 顿了顿 又道 听闻二嫂子兄 长风兄才 闻名颇盛 称远离京城久矣 正叛与长风兄等京中学子结交 以护道长短 他说话虽恭敬 但也是不住一股年少傲气 不过想想也是 在皇室子弟中 像他这般年少上镜的 确实不多 明来笑得异常慈祥 平散看得一阵刺眼 妹夫客气了 何必如此见外 明来笑着 后日便是我三哥成亲 想来他素日好友都会观礼 一顿喜酒吃下来 没准 他们立马就跟妹夫参兄道弟了 回去赶紧给娘家递个信 别忘了给公主府发喜帖 嗯 最好直接跟圣老爹说 不然王氏肯定希望贵人来得越少越好 韩纯自有喜闻 最爱和文人雅克结交 偏父母两边的亲友子弟 作为顽固贤人 他听了明兰这话 很是高兴 一旁听他们你一言 我一语 少使只是凑取微笑 太夫人倒颇觉欣慰 目露欣赏 平散却微微侧开身 面向窗外不语 明兰瞥了这母女两一眼 心念一动 这老的大约是在想 这般积极上镜 果然邪恕 这小的大约在郁闷 相公为何这般势快 张口闭口 势土荆棘 一点儿也不文雅高洁 可惜了 祸不对版 要是换太夫人年轻几十岁嫁给韩纯 估计更能情色和名 双界和弊 过了两日 长风成婚 喝喜酒的阵容异常冷清 不是有意待满 而是切有情况 最近看公司老头愈发突得厉害 顾廷叶又整日面黑如锅底 下来大约潮湿不顺 明兰担心丈夫抽不出空来 只好提前去问 过三哥成婚 不知侯业去否吃喜酒 顾廷叶眉头紧索 手上攥着卷宗 喃喃道 到底是处都痛处了 如今开始饭腾呢 侯业若实在抽不开身 我索性去跟娘家说一声 臣刻一身 果非一朝一夕之功 不要紧 我爹娘都是名里之人 他若不去 王氏肯定高兴 盛红大约也能理解 若要快答案 看来不易啊 雅人牛头马嘴了几句 明兰上前摇晃他的胳膊 顾廷叶一脸茫然 抬起头来 明兰只好把话附属一遍 廷叶失笑 我是当差 又不是卖身 留去叶帐家吃狗酒 还是成的 明兰心下感动 嘴里却细血 我瞧侯业 如今不止卖了身 连心儿眼神都一并卖了 夜里睡觉时 一会儿打呼 一会儿磨牙呢 顾廷叶愣了下 摸摸明兰的脸 忧心道 可吵上你了 不如我去书房睡吧 明兰捧着肚子 艰难地挪到他膝盖上做好 还好啦 你身也不重 大约推你一把 能好半夜 踢你一脚 能清静一宿 他牵着男人的脖子 撒娇得十分熟练 你别去书房睡了 你在我身旁 我就什么都不怕的 他刚吃了淡奶羹 正是吐气香甜 又说得耳生奶气 顾廷叶心里堂肆的 很是受用 却半清不重地拍着他的臀部 板脸道 有来甜言蜜语的红我 你有什么好怕的 记得去年属下 这小坏蛋闲热 睡觉时几番甩开他的胳膊 明兰眨把大眼睛 鲜长的睫毛上下飞舞 红扑扑的嫩眼淡 很是纯真无邪 一只小手还窃窃地捂在胸口 天黑了 多吓人啊 要是有妖怪来捉我去吃 怎么办啊 姚古廷叶月历丰富 且明知这话里有八成靠不住 却也一时发迷 只待明来离去后 手上还攒着皱巴巴的卷宗 心神恍惚 看半天没看进去 她自少年起 便撕魂顽固圈子 也是见过世面的 加之后来 成日在军营里打滚 遍地爷们的环境下 昏段子听了不知多少 她心思一歪 居然认真的扳手指散了散 这个月份了 大约是可以的吧 宁兰抱着枕头 正晕秒睡意 不妨床上摸缩着过来一个人 清染的礼仪 湿漉漉的 粗硬头发 带着熟悉的灶箱 急着暗淡的灯光 明蓝含糊的问 今儿怎么这么早 为父来帮你打妖怪 屋里渐渐传出 诡异缠绵的声响 外头职业的单局 一个机灵 明白过来 顿时面色涨得紫红 又羞又惊 这 这 也可以 她看着对面的小桃 念如着 不知说什么好 却见小桃正拖着腮帮子 看月亮 转头憨笑道 好姐姐 你说今夜葛大娘给咱们做什么宵夜呢 我想吃月饼了 单局瞠目 久久说不出半个字来 算了 还是去当二宝神吧 次日一早 夫妻俩贴着脸醒来 两人便跟那偷情的少年男女一般都脸红扭面 明蓝羞不可疑 却觉得身心舒畅 顾廷叶也十分满意 抱着搂着 便觉得老婆那圆滚滚的肚皮也十分俏皮可爱 两人眉目寒情 互相默默温情地抚慰了好一会儿 心头俱是甜蜜 待顾廷叶穿戴好 在明蓝脸颊上用力清了一口 神清气爽地打不出门 连日来的黑脸阴沉 一扫而空 随身小丝们大为吃惊 一边松了口气 一边暗暗祈祷 日日如此啊 崔妈妈早得了信 赶急赶忙地过来 绷着脸 服侍您来洗漱 她的心情很是复杂 根据专业知识 运气形容也不是不成的 但到底还是有些内阁 为着安全 最好还是别涉嫌 但妻子怀孕了 丈夫还没往妾室房里挪一步的 实属万分难得 这大半年的空旷 猴眼又正当壮年 总得给人挑出路呀 真是左右为难 她也懒得迅明懒了 反正她从来没赢过 只在早饭后便去请了太医来诊脉 明然身体素来健康 怀象也十分妥贴 吃穿锻炼也很有度 叔大夫们非常喜欢的一类孕妇 太医望闻问切了一番 表示一切状态良好 崔妈妈忍着老脸羞红 把昨夜的事跟太医委婉地说了 老太医到底见多识广 只呆愣了片刻便连连表示不妨事 又见崔妈妈满脸折皱 当下也不必闲 凑上去说了一番孕妻刑房的注意事项 崔妈妈这才多云转情 到了长风成婚那日 邵氏新寡 宁兰怀孕 朱氏产妇 顾服三位夫人都去不了 未免坏了名声 只有太夫人亲自出马 亭尾素爱热闹 倒是兴冲冲的去了 明然自己没法去 便叫人备礼过去道贺 顺道请小桃过去联络感情 小桃是个热心的好姑娘 见盛家里外忙得不可开交 便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帮手 回来时带着满肚子的八卦 和三大包裹的吃食 吃食分给院里种姐妹 八卦孝敬给无聊的孕妇 明兰女士 婚礼十分热闹 宾客如云 便是不瞧盛家 也要瞧有家 何况甚是几位姑爷 都来得整齐 显得极为体面 席面上王氏说话 淡酸不涩的 可惜缺乏技巧 人人都听得出她不像脸上摆得那么高兴 老太太倒是真高兴 真心发愿盼望子孙凡胜 和家平安 墨兰尤其高调 恨不能叫所有人知道 前途那位风光的新郎官 是自己的包凶 柳家迪小姐 以后就是自己的亲嫂子 言行间 颇有几分失礼轻狂 王氏气愤 有心呵斥 却爱着外人的面 不好视责 还是高手华兰出招 一击致命 哎 您家还有两位姑娘呢 姑爷们都来了 她们怎么没来 一位好事的妇人道 华兰雍容大方 笑容可举 我那五妹妹刚生了个胖闺女 还没出月子呢 我六妹妹也有身孕了 走动不方便 说着她便转头对墨兰 一派长姐关怀 我说四妹妹 你也劝劝妹夫 不要整日忙着公务 再怎么着 也得先有个后呀 墨兰翘脸发白 几乎咬断了牙根 不过倒也消停了 按照物以类聚的原理 太夫人很神奇的 和康姨妈打上了话 居然相见恨晚 明兰猜测 他俩在说自己的坏话方面 应该很有共同语言 而外头南席上 亭尾很快结交上了梁寒 越说越投机 拉了手就要去马厩赏马 又约了改日一道 献鸟品鸡 寒晨也如愿以偿的 和一般风流才子 套上了交情 刚吃了两盅酒 就约好后日斗狮 人人得偿所愿 果然十分和谐的一次喜宴呀 除了盛长风 新人拜堂后送入洞房 长风挑了新娘子的盖头后 还得出来宴客 没能挤进新房的小桃 近距离木鸡 长风走出新房的脚步 有些亮强 神色十分沉重 据说那年 林姨娘被赶出胜负 她的神情都没这么沉痛 宁兰很不厚道的色了半天 翻帐簿的动作都轻快了许多 校图站着的婆子们 有些莫名 悄悄偷瞧了主子一眼 却不妨明兰一眼扫过来 赵妈妈和启卫管事的说法 前些年咱们府支出如此之重 都是因为四五两房人吗 黄兽家的满脸飞笑 回禀夫人 这话原不好说的 倒显得咱们嫌弃两位老太爷了 不过 他笑的脸上都能皱出一朵菊花了 老侯爷最是厚道体虚的人 咱们也没法自养 把酒长一遍 聚意愿要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心愿灭